7月8日 曾经因为代理燕心丹尼尔斯起诉特朗普一案 而一举沉迷的律师阿文纳蒂 因为试图敲诈耐克公司被判入狱两年半 曼哈顿地区法官加德菲表示 50岁的阿文纳蒂沉醉于自己平台的力量 为了自己的利益背叛自己的客户 加德菲说 阿文纳蒂的行为令人发指 他盗用了客户的说法 并利用这些说法来推进自己的计划 为自己从耐克公司敲诈数百万美元 这位曾经默默无问的律师 在2018年成为各路媒体的常客 他蔑视当时的总统特朗普 阿文纳蒂背叛有罪 他此前威胁 要曝光耐克公司 涉嫌向大学有前景的篮球运动员家庭行贿的行为 除非耐克为他和另一名律师 支付高达2500万美元的费用 以进行内部调查 录音显示 阿文纳蒂曾经告诉耐克的律师 如果耐克不服从他的要求 他就会进行揭发 让耐克的市值蒸发100亿美元 检察官说 阿文纳蒂指望着一大笔钱 来偿还自己的债务 而耐克方面 则否认有不当的行为 阿文纳蒂指望着一大笔钱 阿文纳蒂指望着一大笔钱 阿文纳蒂指望着一大笔钱